這次和大家來到台北 入住便宜美麗的B&B 走入時光隧道 到訪台北現存最完整老街迪化街 去大道程碼頭邊欣賞河半景色 邊品嘗各種美食 還有很多鑼米之年 推介小食攤檔的零下夜市 快點坐定加入我們的旅程 又有台灣台北篇 出發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軒 我是營喵 我們是喵兔自由行 我們現在來到台灣 我們這次住B&B 我們現在去看看是有什麼 歡迎大家來到台北旅程的B&B 首先為大家渡航一下 洗衣機 還有洗衣粉 有需要可以洗衣 我們這個B&B 沒有會假冊的 我們沒有帶的 所以等一下要自己買 除了洗衣服 還有杯杯碟碟可以用 然後有個微波爐 雪櫃終於有兩層 可以吃雪糕 電視 風扇 再來就是睡覺的地方 雖然是床 床都OK 舒服的 我們這個B&B 就在玄山站 在台北車站搭過來 就約10至15分鐘左右 唯一要留意的就是 它上面是有飛機經過的 但是我們現在來到大約5分鐘左右 我們都未聽到有飛機聲 我聽到飛機聲 在樓下的時候 聽到現在在我們室內的時候 其實就不太聽得到 有寫空的人就要留意 因為這裡就不是自助的 你來到之後 要跟房東那邊的人交接 不算說很大 但是也是便宜 因為預備這個旅程 其實只是很短的時間 2個星期 1個星期 忘了 總之我上了B&B的網 就只用了5分鐘 我就決定了 去到這裡 見到奇奇莉莉 評價OK 那就去到這裡 剛剛看完B&B 現在都很餓了 4點多 我們就去那個叫大道程碼頭 知道那裡有什麼食 好像有很多攤檔 例如大道程碼頭 中途經過了這個叫 迪化街雙圈 捷運的北門站 下車走了第100分鐘 就來到迪化街雙圈 一來到迪化街 就好像穿越了幾十年前 周圍的建築都充滿著歷史氣息 這個雪糕機 入錢下去 然後機內就會擠雪糕 剛才有個妹妹 入完之後 完全一滴雪糕都沒有 那部機那裡 就只是噴了一個空出來 讓她在這裡吃 她在那裡咬 很慘 什麼叫時光隧道轉大人 這個時光隧道 你走完之後 左邊轉變成大人 那邊走 那邊走 那邊走回頭 這裡還是台灣很出名的 年貨大街 過年時本地人會來辦年貨 附近也有很多傳統的中藥店 南北貨 布莊等 而近年還多了很多文青小店進駐 有賣陶器 茶藝 角色小食 咖啡等等 老實說這裡未必很多東西 合看合買 但如果去大道程碼頭 或者附近的寧夏夜市 未來過的都幾值得過來走一下 拍照 感受一下台灣的老街氣氛 而且這裡走過去碼頭都很近 只需要走 大道程碼頭貨櫃市集 有十幾間不同的小店 雖然不算很大 但都有各款美食 例如漢堡 披薩 大阪燒 韓式 炸雞串燒 等等 總有一款適合你 想掃街又想吃得舒服 不想每天走夜市 邊走邊吃的話 這裡都算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不應該在台灣叫關東煮 就等於把我們平日吃火鍋的東西 都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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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呢? 有什麼蜜魚丸 公園 獅子狗丸 台灣豬血糕 還有蟹柳 不是日本吃的 但是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是不錯的 當作是台灣特色版的關東煮 每個攤檔上面 都可以上去高台吃東西 挺有趣的 物價來說 比其外面的夜市 或者其他地方那些 比較貴一點 不過這樣 講到公道說話 它的炸雞 其實它也挺多的 是即整 不過就要試一下它等 所以就會建議大家來到這裡 一次過買 然後就一次過 那不用在這裡買完一盒 在這裡等10分鐘 買完一盒就等15分鐘 環境來說都舒服 因為近海有些風吹過來 還有很多位置 這麼多人都不會怕 沒有位置躁 平日就不要這麼早來 這裡4點才開 是星期六日才開12點 我就建議大家 黃昏5、6點來 坐在淡水河畔 吹吹風看日落 一邊吃東西 一邊喝一邊喝一杯 聊聊天 你說寫意不寫意 只聊天吃東西 而無聊的話 這裡不定期 還會有小型音樂會 有興趣的朋友 就上官網 看完演出時間 都是沒有興趣 不理就行 竟然走了夜晚 在台北踩單車 吃完東西 就試試踩單車 有一個單車鏡 沿途也很舒服 這裡有一些微風 我一住在這裡的人 都很開心 沿途見到 有不少人在做一些體操運動 還有見到 一些人拿著喇叭唱卡 然後踩滑板車 都很寫意 快活不知是日過 我們以為踩了一會 誰知原來踩了整個小時 踩到很遠 現在又回來這裡買東西 租單車其實都挺方便的 有空沒東西做 走來踩一顆中單車 做一下運動 挺個人的 現在就走去寧夏夜市 15分鐘 Go 來到寧夏夜市的第一樣東西 竟然走去買了一個甜品 香蕉 Natella 可麗餅 95元台幣 即是25元港幣 超級大 吃完 其他東西什麼都不用吃 裡面整隻香蕉都放進去 然後再加朱古力 我也不知道之後怎樣再吃其他 但我覺得很好吃 寧夏夜市不是很大 只走的話 不用10分鐘就走完 但都是很多遊客來台灣必到的夜市 這裡很多店家 都是米知年必必登區界 不過想吃好東西 就要有排長龍的準備 特別是給這個肥仔哥哥 介紹過的 隨時排半小時起跳 見大家避開星期六日 平日一來不用排太久 體驗就會好些 由點古早來台北去吃夜市 最後走鬼早進來吃拉麵 因為有下雨 然後又吃Crips 就不太吃得下其他東西 經過我們就看到有一間拉麵 進來的還要是日本師傅 我看到它的價錢 都是收運香港價錢 差不多90元一換 試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吃拉麵 我叫做一個貝枝醬油 它叫做雞骨醬油 拉麵來到貝枝醬油 湯底濃郁不死鹹 雞骨醬油就相對清甜 和炒香了的肉碎和洋蔥 味道層次豐富 叉燒味道就OK 吃起來偏軟 味肉生熟調味都OK 不過沒什麼蛋香 紫菜是軟的 麵是小直面 我從上菜到擺入口 是一分鐘內的事 但麵倒胃太軟 不是很適合吃 另外叫的餃子味道也是一般 而且煎得不脆 整體來說不會難吃 但不是要特地去試的程度 不過這裡就收凌晨一點 晚上想吃拉麵就適合了 我們已經吃完拉麵回來玄山這個站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繼續拍片 就按讚和訂閱我們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